今天的第八場 也是很觸目的一場賽事 三班一千米 見到年年歡樂又上陣 一面倒的大熱門 1.9倍開飛 過完關就剩下1.7倍 最後再下多一點 下到1.6倍 武士精神開飛3.8倍 過完關之後3.7倍 最後就回飛了 回到6.8倍 平海掌聲 上次就贏年年歡樂 開頭8.7倍 過完關就上到10倍 最後下飛了 再下到6.8倍 第八場 三班一千米 直路彩 年年歡樂 賣到16元的大熱門 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點 內檔那邊的大武士 和巡航導彈 快一點點 但中間也有馬快 精彩勇士 和大熱門的年年歡樂 在內側很久沒有見到 武士精神 和內側的會長之聲 接著那陣 加州更好 然後還有 在我黨那邊有全勝 馬群中間快快脆 再後一點的馬 健康美麗 小鳥傲長 平海掌聲勵慢 尾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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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超班 暫時電後那筆都跟不上 雪霸神區 跑了600米 前面幾匹馬在搶 帶緊頭 其中一匹是年年歡樂 不過看見他拿一條鞭出來打 反應一般 中間巡航導彈 好過他一點 內檔上來就沒事精神 外檔是精彩勇士 留意他們後面上來 會長之聲 和再內檔一點 是平海掌聲 還有百多米的時候 前面大門就不見了 連歡樂停了 追到上來是會長之聲 但內檔那隻更厲害 平海掌聲 又用上次那招 外檔蓋上來的全勝 各種第一名結果 平海掌聲再贏一場 第二名是外檔的全勝 第三名才是會長之聲 第四名巡航導彈 這次大門是甚麼事 56秒18 但放頭那隻都散了 每隻都 但連連歡樂是散得最早的 連連歡樂 沒有試過這些處境 上次都是上下處境 回來也不斷 但這場就很明顯 前面你看看 四隻馬平牌拍著的時候 是最早斷的那隻 那你巡航導彈回來也還有第四 對 那為甚麼 真是 真是很失望 對 因為這裡只有三百 已經是明顯劣勢 平海掌聲一定早斷晚 他現在還在尾三 那他上次也是這樣 這兩隻馬 有沒有事 這兩隻馬 沒有事 精神是今季初出 但這隻連連歡樂 更差 那隻連連歡樂 那他這裡騎下去是沒有的 沒有的 很早就沒有 騎下去 即是他騎在那裡 沒有甚麼大問題 是 不關人事了 那我以為沒事精神 還有一點 但回來後幾步 他都放油了 其實巡航導彈也不是很多 那根本是自己移動而已 那根本是 看看最後報告有沒有關於他 這是連連歡樂 先看看照片 好 開遍走了上來就是全勝 第四名就是巡航導彈 分裂時間 頭段12秒98 第段20秒37 末段22秒83 總時間56秒18 那當然想知道 究竟連連歡樂是甚麼事 那賽後有問 那查商失夢表現的時候 周俊樂就說 獲得指示就是早段順旗 自然競跑 不要消耗坐騎太多氣力 進佔前列位置 那麼就出閘迅速 那都不用怎樣 就是消耗氣力 已經放在前面 那跟著就 他都試圖 即發現隔離 武士精神 好像想上來 就是超越距達 結果都是一路拍住 那是 但是去了400米柱之後 那他已經要大力吹拆坐騎 坐騎反應有限 300米的時候 再力拆 就墮退 至於問賀賢 他確認了他對周俊樂發出的 拆騎指示 也說馬跑完上場之後 操練表現好 他預期今場跑得好 那就是 如果要說 為什麼充斥乏力的唯一理由 就是他覺得這一匹馬 或者不能夠應付 在馬匹之間勁跑的壓力 回來驗馬沒事的 表現不能接受 要試著合格通過受益檢驗 才可以再次出賽 當然不能接受 上次輸給平海掌聲 平海掌聲多5磅 你用周俊樂 減輕6磅 來回11磅 即是 你就算不先反 都應該和他有得鬥一下 現在鬥都沒得鬥 他根本完全散了 對 出了鏡 而且如果跟馬匹一直鬥 他上場都鬥贏了 就是鬥輸給平海掌聲 他一直鬥贏了很多快馬 對 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這些馬匹不夠硬 會不會呢 希望偶爾一次 上一次他都不是急停 你不知道的 巡航導彈上一次不就是 不知道去哪 今天雖然都不是厲害 都叫有個第四 是呀 訪問厲害了些 他都是在前面那一陣 回來而保持得到位置 是最好的 所以真的很難解釋